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一起泡新闻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前馆长孙维新先生 在我们的线上 哈喽 欢迎兄 大川兄好 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全球第一部太空电影即将升空开拍 我们以前约略有一些消息报道过 这是俄罗斯的演员 Yulia Parasild 还有导演叫 导演叫做Kem Shipenko 都不是我们平常熟悉的好莱坞名字 10月5号会出发到国际太空站 拍摄这部电影 电影的名字倒有个英文翻译名字 叫Challenge挑战 是向美国挑战吗 现在这两个国家挺冷的 对大陆这几个人已经回来了 顺利在太空完成了12天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 很多地方媒体在报章杂志报道的时候 把这个标题写成了Space Race 太空竞赛 Space Race这个字我们常常出现的 就是在60年代70年代 美苏在那边打过太空竞赛 那现在这是另外一个不同层面的 不同意义的太空竞赛 本来好莱坞 事没做就先说了 说Tom Cruise要上去啊 干嘛的 那俄国人就闷声不吭的 自己先把人送上去了 是 对啊 这个Tom Cruise在所有的片子里面 都好像不跟女子赛跑 除了一步 就是在铜框之中跑步 但是但是现在看起来 挑战已经跑在他前面了 我怎么听到好像有吃吃东西的声音 那没没没 三个人里面两个人啊 一个是他们那个驾驶 那个联盟号太空船的飞行员嘛 嗯 另外是导演 刚刚讲是Panko 是 再来就是这个女孩啊 那真有趣的是国际太空站 她的设计容量是七个人 啊 这三个人上去以后 我们看网络上的一张合照 上面就有十个人 嗯 嗯 就很热闹了 这怎么回事 这多出来的 这不是阴历七月 对 我就在想说12天的功夫啊 多三三个人应该也没什么关系了 那只是 吃喝拉撒睡 大家要要要要 忍耐一下 对忍耐一下 那那他的这个电影有趣的是什么 就是 呃过了往后吧 俄罗斯的太空站 里面有一个太空人呢 嗯 突发心脏病 是 他的剧情是发了心脏病以后 可是就因为心脏病 他就没有办法搭乘太空船 那个逃脱太空船自己回来 嗯 所以就一定要从地面送一个医生上去治疗 是 所以这医生就是这个貌美如花的女医生了 嗯 那那个病人呢 就是现在在太空站上头啊 一个俄罗斯的太空人 啊 所以是一个太空人演 生病的太空人 对对 两个 其实这边临时演员有两个 一个就是 这一次搭乘 呃驾驶联盟号太空船 把他们送上去的 他就是演驾驶员 嗯 所以他也是驾驶员 导演在旁边 导演就兼摄影师了 是 那这女演员呢 除的是演员之外 他自己还是化妆师 服装师 什么都得要要管啊 所以网路上上的时候 就已经在拍了 到了那边以后呢 那当然其他人也都 也都变成临时演员了 付随便 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就其中有一个太空人 俄罗斯的 就是那个生病了 出了状况的太空人 到后来12天拍完以后呢 就是演那个生病 心脏病的那个太空人 当回航的驾驶员 把他们送回来的 他没有事吧 没事 他是演出来的 但到了地面以后 你也知道吗 17号下来的 那还是一样 落在哈萨克的大草原上头 搬三个座椅 坐在那个地方 三个人跟镜头打招呼了 那女演员就说了 她原来以为12天 是一个很艰苦的 长时间漫长的过程 结果一下子结束了 她实在离开太空 有点依依不舍 这话讲给汤姆克鲁斯听 汤姆克鲁斯可能会心脏发作 这部电影我们大概能知道 还能知道更多其他的情节上的细节吗 他其实只给出来就是这样 但是有趣的是 你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电影 因为里面是实拍 就可以真实的看到在空间站里面 失重状况的实际的情况 那当然那里面总会带到 吃喝拉撒碎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实况内容非常丰富的片子 以前你说 那Tom Hanks 他们拍那个阿波罗13 什么的 也有失重状态 但那些情况 是在那个零重力的飞机上拍的 也就是你每次大概有20秒的时间 人是会飘起来的 在做抛物线飞行的时候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那些对话段落的身体状况 就是在那个时候拍的 这次就是根本就不用零重力飞机了 因为那个时间太短 所以他现在就是实际上去拍 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了 能够这样做 而且还不是美国的好莱坞先行的 而是俄国的影片先行 我觉得俄国的普京的脑袋 应该是比美国来的更活泼 站得更快一点 感觉上有一点像偷跑 他们应该已经规划很久了 写的剧本什么的 只不过好莱坞 讲了以后 俄国人就说 我们早就预备要上去了 你们呢 你们讲完怎么样 不过跑完的是上去了以后 那他们在太空站上面 太空餐什么的 你要说对演员对导演 一点都没有特殊待遇 所以就反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了 以后大家不单是说我们太空观光了 你甚至看得到一般平民上的太空站 照样可以生活下来的 是的 但是在也是这一段期间 俄罗斯联盟号飞船推进器 测试的意外 使得国际太空站 也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空间站 旋转了57度 这一个事件可以稍稍再我们说明一下吗 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他们导演跟演员 在太空船上的太空站上的事情 你记不记得前不久 好像你也刚在节目里面 效果那个太空站 这是人接上去了以后 在做测试发动的时候 结果他就把太空站转了一个角度 跟地面还失去了 短暂失去联系 现在这个事又发生了 他说本来只是推进器点火测试 因为准备要离开要回家了 测试一下 但是那他关上了以后 推进器出人意料之外的 仍在继续测试点火 这是什么原因 那就是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 所以但是呢 他们就发现了 这个测试点火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时间停下来 所以他推动转动的那个角度 就超过了原来的角度 57度还真的是不小 但是上次是45度 这次是57度 但还好 那我不知道 那个导演有没有 好好利用这一次紧张的状态 实地拍下来太空站 遇到紧急状况 这些太空成员们的应急的表现 我猜想真正的太空人 或者了解情况的人 不会让导演或者是演员 在当场就立刻知道 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回事 应该说完了以后 说我们刚才如何 不然的话他们会添乱的 你知道了 那你说说这些太空人就躲在这个摄影机跟灯光的后面 脸上露出忧愁的表情来 但是什么事不敢做 我猜想是这样 好 扣扣船长要上太空 这是怎么回事 大追兄 我们不都是那个Star Trek那个年代长出来的吗 就记得星纪迷航纪上面 除了那个船长之外 还有个大富 那个脸很酷 一号表情 理性专家 从来没有表情的 Mr.Spark Mr.Spark 所以这个船长 Kirk 虽然以前看起来有点风雨 但是现在90岁了 人发胖了许多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多年来扮演Star Trek的船长 在太空印象深知人心 所以Blue Origin贝佐斯就找了他是第二次上天去测试的太空人 去太空观光的太空人 已经成功下来了 本来12号要上去的 后来风大 所以改了13号 上去以后 当然这个Blue Origin的太空观光时间很短的 就是大概十几分钟上去以后就下来 中间有大概四分钟左右的时钟状态 但是你要能 这又是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些企业家有钱人老是在创造话题 他就说当年太空里面的英雄 我们大家追随的船长 现在终于有机会接触太空了 大学兄那你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美丽的话题还是一个幻觉的破灭呢 我总觉得好莱坞干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 你看90岁老先生 他跟太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但是好像就死的 这一个事件把他送上太空去 就坐实了一个完全跟太空无关的人 好像变成了一个pioneer 一个先锋 您是这样感觉 我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不弄这个新闻 大家心目中还永远维持的这一个captain kirk 年轻然后在太空里面到处冒险的这样子的形象 那结果你到了90岁的上去 后来他才说 后里是 他跟太空一点关系都没有 的确我会出戏 我看到这个我会出戏 是吧 好 我始终觉得贝佐斯大概在经营太空的这个形象上 是一直要跟这个Elon Musk在较劲的 Richard Branson打不过他 尤其是贝佐斯 他们的公司啊 太空方面的公司 只要一旦是飞成功了 光贝佐斯他Blue Orange上次以后上去下来成功了 他的股票就飞涨了 那我想说到底应该还是商业的考量吧 是 那只不过就是拿这些人 把他想出 他底下的团队 谁想到要去把captain kirk找过来 这个人也是 恐怕是加薪吧 分奖金了 嗯 诶 这个蓝色起源的工作人员 可以说一说吗 哦 你说一块跟他上去的吗 对 这有另外一个 连卫星影像公司 星球实验室的联合创办人啊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引力平台的创办人 还有一个他自己蓝色起源的营运女副总裁 一个女的 嗯 Audrey Power 对对蓝色起源呢 反正是自己人嘛 嗯 那另外两个人呢 价钱到底是多少 他就不说了 是 所以是这样的 这四个人里面大概只有captain kirk 是具有新闻的话题性的 其他也就是他们自己人 要不然就是卖了座位的人 嗯 总得要带老人 上一次带的是一个 呃 没有成为太空人 很可惜的一位老太太 对不对 嗯 嗯 这次带了captain kirk 对 那总可以排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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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啊 大春兄 嗯 那那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 太空旅行 威廉王子显示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点很酷 他更关注的是气候议题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新闻很有意思 是他把威廉王子有那么多照片啊 他他就挑了一个在那边深皱眉头 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的照片啊 嗯 大家都在平民游太空嘛 是 那花了很多钱啊 那有钱人去啊 什么的 但是呢 威廉王子英国的威廉王子就说了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先拯救地球呢 说的太好了 的确是如此 呃 你看这个全球的气候 极端气候如此啊 呃 而且这个环境 看起来已经过了可逆点了 呃 威廉王子说的这个修复地球 叫做Earth Shark Price 他是颁奖是不是 对 颁奖的时候 他自己搞了一个第一届的修复地球奖 是呃 他他说的非常好 说我们应该试的是修复地球 而不是去找下一个居住地 不能跑啊 对不对 看起来是在挣钱逃亡 搞坏了就把他给扔了 这也叫死乱中气 对不对 我们对地球 两个 大师兄你怎么这么充满了这个关爱 对地球的关爱啊 两个事情都应该做了 一个是对外太空的好奇探索 跟外面的比较 那个其实跟跟破坏地球是两回事 嗯 人总是要发展他好奇心的 那我们好奇心之一呢 最根深蒂固的好奇心就是 What's out there 外面有什么东西 威廉王子的这个奖啊 他的英文叫Earth Shark Prize啊 嗯 感觉是跟Starshot来的 嗯 因为美国就是弄了好几个 这种Starshot那个Price啊 就是要奔向群星的这样子的名字 嗯 所以是奔向外面去占星啊 或者去探索太空什么 所以也搞了很多奖跟计划 叫做Starshot 那我想威廉王子就把目标转回来说 你Earth都没有搞好 那你转过来叫Earth Shark吧 所以这个名字应该是这样来的 是 但是我会觉得 从过去历史的发展看来啊 推动科技的进展 其实两方面都该做了 嗯 也就是你不能是说 那太空就是谁也不去了 就专心回来做拯救地球了 两方面都该做啊 嗯 因为它代表的是不同心理上的层面吧 是 嗯 也就是说到底知识 或者说人类对未来的这种探索跟研究 究竟有没有所谓的Priority啊 就是优先 如果这个优先性 嗯 是可以很轻而易举 而且显而易见的决定的话 那看起来修复地球这件事情是 是比较当当前急悟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 如果没有太空 既科技的这种资源 我们可能在地球上有很多事情也做不动 对不对 嗯 对 我想另外更实际的 尤其从我们从天文的角度来看啊 你在做天文望远镜 别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情一点价值都没有 你发现了什么行星卫星啊 跟我们GDP没有关系的啊 但实际上你做天文太空的发展 尤其是你要迈向太空技术上面的提升 到最后会反过来回馈到我们的国际衍生上面的 是的 所以这其实蛮重要的 但是我想你看了那修复地球讲里面的五个层面 哎呀很不错啊 修复自然 清净空气 海洋再生 零浪费生活跟气候行动也不错啊 是这些目标极有可能也需要一些太空科技的资源 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科技是分不出来分不清楚的 嗯 好 太空旅行很夯 虽然威廉王子没有兴趣 但中国人好像很有兴趣 神舟十三号 十月十五号 这个下午四点二十三分 也就是我们台湾时间的十月十六号 零点二十三分发射了 嗯 而且已经好像对接了是吧 哦对 神舟和天河 河金汤怎么样对接 对这这又是最近的 这几天的一个最大的新闻之一啊 也就是你可以想象中国大陆竟然在一年里面发射两次到太空站的人 嗯 所以第一次不是就是六月份发射了吗 是 神舟十二号上去三个男的太空人呆了三个月 九月下来 可是没想到九月下来十月就上去了 我觉得他们的速度按部就班来还真的蛮快的 而且十月上去呢 这次又又多了一点温柔的形象 好像是王亚平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 就有两个男的搭一个女的嘛 嗯 那大陆的太空人现在女太空人最有名的第一个当然是刘洋了 但刘洋下来已经结婚生孩子以后啊退居幕后了 那现在就是这个王亚平上去了 那上去这个过程中呢两男一女上去 所以大家又更关心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那他们在16号凌晨15号晚上发射了以后啊 大陈兄这也是很难相信 六个半小时就直接对接了太空战略进去了 嗯 以前是两天 是 以前要花两天 现在用自主智慧型的对接 直接六个半小时接上去以后 人打开舱就就钻 而且那里面的舱啊 你看时光转播的话 那里面的舱已经摄影机打开了 嗯 所以说你打开以后 你会看到那个舱门 从外面向里面推开 然后人飘进来了 我们以前拍科学教育影片啊 拍电影什么 常常会拍这样子的画面嘛 也就是你看到一个冒险惊悚的画面啊 几个人啊 福尔摩斯什么的 逼近一个小屋啊 然后把小屋门拉开 里面是黑屈屈的啊 那结果拉开的时候呢 那个镜头是从屋里面往外头拍的 嗯 就是那个门 黑暗暗的屋里面 门突然打开一次光线啊 福尔摩斯进来了 片刻了 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前馆长 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 哈喽 维新 哎哎 耶 道路神舟十三号顺利升空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包括 呃有第一次女 第二次的这个 进入太空的女的太空人 以及一年之内两度将太空人送上太空 这样的一个壮举啊 呃 我们应该还有很多的话题 包括从这个升空以后 呃 他他恐怕这次还要待六个月吧 是吧 对 单六个月 大军兄我觉得有些技术上的 技术上的话题啊 很很值得探讨一下 因为他这个在太空里面要建造一个大型的太空站 就像以前我们看了国际太空站一样啊 嗯 他不是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接龙的 嗯 如果你单一条线接龙的话 他越拉越长 那个东西会出毛病的 嗯 所以一定会要在十字路口往两边去发展 嗯 那所以这就好玩了 那这一次神舟十三号上去啊 就是在十字路口接上去形成一个梯子形 嗯 也就是原来已经有那个天河的核心舱嘛 是 那是一个比较大的主要的那个工作环境啊 嗯 那另外呢 两次货运的货物运上去 一次叫天舟二号 一次天舟三号 嗯 那两个舱都还绑来 还接在上面了 是蛮长的 现在变成一根长长的擀面棍那个样子啊 是 那天舟二号东西是神舟十二号用完了 那天舟三号呢 就是发展去专门给他们用的 嗯 所以这次我看到呢 时光转播啊 他们除了进了天舟核心舱以后呢 第二天又专门去打开天舟三号的门 嗯 有点像圣诞节 Open your present 把这些生活用品都拿出来了嘛 嗯 但是重点是说 他这个镜像 他们把它叫镜像对接啊 嗯 也就是 它 它是一个细长形的 现在的结构了 可是呢 你要从垂直的方向 从地球这个方向 把你自己的神舟十三号竖起来 嗯 那从下方接近 去锁到它中央那个十字接头上面嘛 嗯 那这其实在科学 在技术上是蛮困难的 因为如果你说像天舟二号天舟三号 是 那比较简单 因为你是飞在同一个高度 嗯 飞同一个高度 你在后面追 追到两百米的地方停下来 缓慢接近 到最后能够能够套在一块就行了嘛 嗯 但是你在它的下方要往上接近 哎 离地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离地表距离不一样 它的横向速度就是不一样的 是 对 所以你说 他现在整 就是他对接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外形 可以为我们描绘一下 对 他现在对接以后呢 就形成了一个T字形了 T字形 本来我们说 对 我们就把它都当成圆柱形的 长条状的 对 类似像擀面杖 一小一小节一小节的擀面杖啊 嗯 那天和核心舱呢 是中年主要的一节 那天舟二号跟天舟三号呢 就接在它两边 像肩膀一样的接到 呃 对 就是越那个擀面杖就越拉越长了 嗯 可是呢 天舟二号跟天鹤核心舱接口那边 有一个十字接头 就是你四面八方都可以接上太空船的 嗯 那这一次 沈舟十三号就是从地球的方向 你还得要飞 飞到那个高度以后 你还把自己转九十度 嗯 然后从下方接近了这一个 长长的擀面杖 然后设法让自己的那个 沈舟十三号的头呢 能够接到那个十字接头里面去 是 等于它创造了一个T字形的马路就是了 最后是形成了四个舱 对 最后它本身就是 上面已经有三个舱 天和舱 天舟二 天舟三 都在嘛 那第四个舱 堵上去以后呢 它就是多了T字的T 下面这一树了 嗯 是 好 那么它究竟在去的这 呆要呆半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有一些什么样首要的任务吗 对 在早期的太空站的建造里面呢 很重要的一点是外面要做机械臂 嗯 大学们记得吗 在那个无论是在太空梭也好 或者是国际太空站也好 它都有大型的机械臂啊 嗯 那个机械臂是两段式的啊 太空人可以站在最尽头的地方 那别人操作 可以把你送到什么 哈勃望远镜的高的地方 做维修啊 送到太空站的别的地方 去做维修什么的 嗯 大陆上这个机械臂 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玩的是 它也是两节的 嗯 它从这一个地方 锁住了以后 伸出去两节机械臂在舱外嘛 但是呢 那一个尽头呢 如果接到舱的另外一个角度去 在那边锁住以后 它原来的这个街头可以松脱的 嗯 松脱以后转个弯 又伸到前面去了 这我就没办法去 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 嗯 那大陆就是这样子 有点像 你跨两只脚走路 你左脚先不动 右脚跨出去了 嗯 然后等到右脚站稳了 左脚再往前跨 嗯 所以它是可以在太空舱的外面 来回走来走去的这个机械臂 哦 控制它的人在哪里 在屋里 在屋里 在太空舱里面啊 嗯 在里面控制它 但它这个太空 太空那个遥控臂啊 就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你固定在一个地方 你总有限制 那大陆现在设计是 这个遥臂是可以在太空站外面 自己走的 嗯 它可以行走到不同的节点 所以呢 它太空人站在它的遥臂尽头 几乎每一个太空站外面的地方 都能够够得到 嗯 这个航太科技集团的一些专家 曾经公开的表示 这一次对接啊 好像有几个非常困难的关键点 是不是嗯 所谓的三大难 嗯 对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过那几个问题啊 嗯 那反正就是镜像对接啊 嗯 还有 当然它现在也是要要出舱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啊 也就是不过我觉得 看起来他们比美国在这方面啊 哎 大陆军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美国在做太空服 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吗 它做太空服 速度很慢 花了几亿美金 十几年都没做出来 是 那你现在看SpaceX 马上就做出自己新的又帅气的那种 流线型的太空服啊 嗯 那 那个 大陆这边也是一样啊 它做的太空衣也是 也是 也是蛮 蛮先进的 而它太空衣能够 在太空中用上15次 用上15次了以后再 再去换 那我觉得 它另外有一个 你说困难也不算困难 但是 它做到了美国以前挑战者号 想做到的事情 什么事 在太空中有老师对地上的学生上课 哦 那一次非常可惜是因为好像那个老师后来没有没有办法 就是 对 一上去就爆炸了 对对 那个老师就就就没了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 那王亚平在上次神州10号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在神州10号的那个太空站上面去过一次了 到了天空一号里面 他在那个地方呢 对的全中国大陆八万所学校 嗯 总共6000万个学生上课 是 所以大学兄 真的是逃离满天下的 对 所以他上了半个小时的课 那上课的过程中有几个画面是经典的画面啊 就是我现在上课很努力的跟学生讲太空里面的生活状况和物理条件 学生无法理解 但你只要看到王亚平把一堆水弄到他面前 那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像水晶球那样大小的一个水球 嗯 因为在失重状态底下 水就是因为表面张力的关系形成一个球嘛 那那个球飘在他脸前面以后呢 摄影机里看到的是水球里面是他一个倒立实相 嗯 那他脸很清楚 但在水球里面是倒过来的 所以又讲到了光学透镜 又讲到水的表面张力 所以有好多直接示范的现象 学生看过一次以后就不会忘了 嗯 那更不用说他把别的太空人找过来以后啊 在那盘膝坐的啊 然后他旁边一推那人就打转出去 要不然就直接飞出去了啊 是 所以在太空上做的这些实验 做了他上的课上半个多小时吧 嗯 也算是创下历史记录了 而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就是金氏世界记录 一次上课最多学生 差不多吧 哦 是啊 是啊 而且这还是个80后的太空人 嗯 好像还有一些设计 包括神舟13号 如果遇到紧急突发的状况 那么会有神舟14号前往救援 救援出发到救援展开 只要八天半 对对 大学兄我觉得这其实太空先进国家 都有的一个共同的概念啊 嗯 当时你记得挑战者号是声工说爆炸的 但2003年哥伦比亚号是回航的时候解体的 是 但是可惜他不知道他在轨道里面的十几天 翅膀上已经破了一个大洞了 嗯 但如果破了个洞的话 那其实知道的话 他们就不用先不用下来 地面上有另外一艘太空梭都准备好 随时升空去救援的 是 所以在美国他们也有这样的概念 一个太空梭上去了 另外一个太空梭基本就要准备好 嗯 那大陆上他这个 对他这个紧急待命做的更 更严格啊 嗯 也就是要求是 如果说要要上去救援的话 两天之内 把那个团队组到位 然后八天半呢 就要发射升空了 嗯 那你说在大陆上各省都有 这相关专家大家都散回去了啊 那如果你临时要召集一个发射团队的话 他甚至把哪一个专家在哪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离他住的地方到机场的路 该怎么样清空 嗯 安排什么路径都已经安排好了 是 也就是他能够准确的保证 他的时间都是算十分钟半个小时这样算的 嗯 能够在在在固定时间之内 把这个救援团队迅速组织起来以后 八天之内呢 就能够把救援的太空船发出去 完成救援任务 对 一个是实际上的状况 一个是心理上的状况 你绝对像这些大陆国家都都不能真的是出状况了 出状况对老百姓的心理打击太大了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苏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前馆长 苏维新先生在神舟13号上 神舟13号太空人 宅志志刚王亚雅平 叶光复成功开启货物舱舱门 拿出了什么呢 刚才 苏维新兄特别提醒我 拿出了女性用品是吧 卫生用品 不是啊 不是 喂 怎么断掉了 据说啊 这个神舟13号太空人 这个这个太空人 宅志刚王亚雅平 叶光复成功开启这个货物舱的舱门 还顺利进入天舟3号的货运太空船 拿出了不少东西 其中包括了笔墨子业的 哎 对 他们要消消 要消磨时间的 嗯 因为大军兄 你真的想说在那边待上半年六个月的时间 每天在这飘来飘去 也够瘦的 是 那他们有一个消磨时间的方法 就是在太空写毛笔了 大军兄你是书法大家 你要评论一下吗 我不是大家 不过我 我觉得他们他们这样干 干不出什么东西来 你这样想 毛笔在接合着那个墨 他他如何在无重力的状况之下 写在一张纸上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觉得能够写出完整的字 这就可能是事先带上去的 哈哈哈哈 大军兄 你这个 啊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 哎 他一个可能是 我我常听人家讲说 你知道那个大单狗是怎么来的 嗯 在太空上撒了墨汁 对对对对 全身白一堆黑点啊 就是因为太空人在那写毛笔字啊 狗在旁边 写写甩一甩啊 全身都是黑点了啊 那当然这是一个了 那主要是消磨时间啊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带点音乐啊 带点乐器啊 什么的 美国跟加拿大太空人已经干过这个事情了 带着吉他 然后在上面唱歌啊 Space Oddity啊 弹吉他 这个都我还不难 我觉得哎 笔墨子彦怎么处理 你可以我们老师你想你帮我想象一下 嗯 那墨汁一个黑球黑球穿过穿过没有空气的太空 太空舱里的太空了 然后会黏着在纸上吗 呃你只要碰到纸 纸是有毛细现象的吗 那个毛笔本身 那前面的那些细毛也是有毛细现象的 所以毛笔还是可以把墨抓得住的 那你把这个毛笔对硬压在这个宣纸上头 那还是会因为毛细现象的关系 这个墨是会跑到纸上头去的 但是他会穿过去吗 川不知道了 反正他能画出东西来就是了 他不会努力让他穿过去 要不然太难看了 哎他真凶这幅画回来恐怕要卖不少钱啊 那是 因为我在想说你都有太空玫瑰啦 太空开花的玫瑰啊 然后太空的玉米啊 小米啊什么的 那第一幅太空写的毛笔字拿下来 那都不得了哎 哎 你怎么老讲这个 我记得你刚才在广告时间跟我说 你想要讲那个卫生用品 哈哈 反正他是有特殊的 大陆上宣布的三个航天员宣布的时间很晚 所以大家就在猜 那至少有些人就知道天舟三号里面 携带了女性的化妆品跟卫生用品 哦 还有化妆品更重要的 对那两个男的宅是刚跟那个叶光复啊 反正不化妆也行啊 上去以后脸都变得种种大大的嘛 嗯嗯那女孩子总要化妆弄好看一点啊 所以有化妆品 但是卫生用品其实讲严肃一点啊 男生现在女性慢慢上太空去了以后 那个厕所还真的要要改变了 是 因为但是我觉得对女性来讲 如果大家现在有有我们这些女同学啊 呃小女孩什么听了这节目想上太空的话 他要知道啊 他在太空里面比较辛苦的一点是 他如果说每个月生理周期来 他是不能上厕所的 嗯 他只能戴着纸尿裤 哦 对因为厕所里面底下的那个收集尿液以后啊 要重新滤清了以后要变成可以用的水的 就是说还这个水还要提供太空人在太空里面使用 对这就是他们循环用的水 从喝的水到尿液出来 然后再循环滤清的水 所以让那个水尽量努力运用啊 但是女性上去的话 在生理周期他就是不能上厕所了 就不能用那个 不能用那个旧的厕所 对他必须要用纸尿裤 所以我觉得对女性来讲会比较麻烦 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可以慢慢改进了 嗯 就立刻从卫生用品讲到吃饺子会不会太违和 好像翟志刚刚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过年呢 呃 对 他要在太空站 怪不得他是写春联你知道 哦 是吧 写春联那不是大春兄您的拿手吗 呃 我我太太空里头不是不太还不太拿手 对 但是我吃饺子这件事情 他们说要吃饺子呢 对 但是我觉得你还打麻将的啊 就三个人三缺一啊 三人麻将也可以啊 但是我现在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啊 嗯 也就是你今年你现在就可以猜到 今年中国大陆的除夕春晚上面的特别节目是什么了 嗯 什么呢 就直接跟台湾海峡 不不不不不 除夕春晚上的一个重要节目一定是直接跟泰国人联系 嗯 对 泰国人在里面挥好写春联 然后在那包饺子 就这样子啊 我就看那春联会写些什么 这很有趣 好 呃 好了 这个办 在如何解闷 听听我们节目也可以解闷是吧 接下来NASA路西号 即将发射 展开12年小行星探测任务 对 已经发射了 已经发射了 嗯 10月中的时候 路西啊 这个路西 嗯 他用的当然也 讲到路西 大家就会觉得 是320万年以前 发现那个人员的骨头 是 在非洲 但他就把 对对 知道人类起源了 所以呢 他现在把这个人类起源 用在了一个小行星探测任务上头 嗯 这个路西真的是很有趣 他要去探测哪里的小行星呢 木星 轨道 前后有两群小行星 哎 但有趣的是 他从地球发射以后 经过了火星跟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先去看一个 嗯 看一个以后呢 再往前飞 飞到木星的前面 有一串 小行星 啊 在那研究半天以后呢 掉头飞 飞回地球来 然后利用地球重力加速 再往回 射到另外一边 这个时候木星刚好走到那一边去了 嗯 所以又去看他的另外一群 是 但是就为什么会有两群啊 对 就在木星同样的轨道上 都是跟木星同样距离绕太阳的 但是呢 在他前面60度有一群小行星 后面60度有一群小行星 嗯 这其实跟我们节目上以前讲过的拉格朗日点 一点二点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两群呢 是在第四点跟第五点 哦 所以他仍然是跟我们知道的拉格朗日点 一样是等距的 对 一样的概念 一样就是等位能的 等位的 他就是不会变的 所以呢 他叫Trodrens 就是罗马武士小行星 特洛伊 对 他里面有特洛伊Troy TrodrensTroy 他前面有一群 后面有一群 那他要去研究的总共有八个 那其中有四个呢 是两两配对的 也就是你不要看他小 他还有个卫星的 所以这就一次算两个 那这个任务是很很雄心勃勃的 那总共要在蛮长的时间之内 要能够去研究这些小行星 总共八个啊 弄清楚以后 就知道太阳系的起源了 等一下 路西号拜访八个不同小行星 他这个拜访我不太懂 他打招呼 那就是从旁边高速飞过就是了 那他高速飞过就能够看出太阳系起源吗 拍照 拍照 但是所以你知道科学家是不满足的 现在看起来大陆就不满足 对 以前像研究彗星都是去拍拍彗星的外貌 光谱一压什么研究一下 后来就受不了了 就直接去撞了 你记得吗 Deep Impact就丢个东西撞 把彗星底下东西给挖出来 所以的确也是小行星 现在这是为什么前不久 那个贝奴小行星啊 你记得那个什么 对Osiris Rex那个去不死鸟去钻嘛 钻了以后呢 贝奴小行星的资料大概这一两年就会回来了 所以你会知道那个小行星地下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 不是不是欧摩摩摩 是贝奴 那个是不是 贝奴是这个美国人去看的小行星 但日本人去另外一个那个西传小行星啊什么的 去那些去挖去了 龙宫龙宫小行星 那美国人的贝奴呢 也快回来了 所以这阵子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做研究太阳系的形成 是 总之小行星和彗星本来就代表了大概45亿年以前 太阳系形成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最初的物体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 将近一分多一点的时间 解开太阳系形成的谜团 还要防范地球浩劫 这就是小行星 对 对对 大臣说这个也是讲到Lucy啊 但是同样的往下发展 有一个小行星撞撞击任务 记不记得有次我们说 Didemus跟Didemoon 一个双星嘛 要派那个自撞号要出去了啊 11月份就要发射了 那要去撞 撞那个小的那个啊 撞了以后呢 到底知道说怎么回事啊 就撞了以后会怎么样 另外一个新闻说了 以后你不用去撞了 以后你在他路上摆炸药 那很有意思 摆一堆炸药管摆在那边啊 他让他自己撞 就让他踩地雷 但没有地 他就是踩空雷 就是放很多小的炸药管 在他路上啊 一路撞过来 就被炸碎了以后 那些碎片经过大气 可能很快就烧掉了 不要等小行星撞我们了 我们先对付他是吧 对对对对 Didimose and Demorphous 是吧 对对对对 那现在Didimum 改成Demorphous了 总之 炸他们 不要炸我 对对 alluded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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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炸艺 炸 portion 开工 guilty 快 儿 忍 哈